长荣机师传染给就读高中的儿子 目前相关的接触者住在集中检疫所 今天也会针对这些人做第二次的PCR裁剪 如果裁剪的结果全部都是阴性代表风险可控制 在家自主健康管理的其他2000多名师生 会改成有症状才裁剪 长荣机师传出突破性感染 还传给就读北科复工的儿子 机师儿子同班同学 以及跨班上课的同学跟同学家人 144名相关接触者3号全部入驻桃园桂山的集中检疫所 第一次PCR裁剪阴性7号再进行二次裁剪 结果预计傍晚五六点后出炉 如果是二采全部阴性的话 那么指挥中心的专家会议决定说 这个第二层的全校师生 他就是改成有症状才裁剪 会在礼拜四或礼拜五执行 如果没有新增的确诊个案的话 代表风险是可控的 除了相关接触者外 全校两千多人第一时间都被召回裁剪 全都是阴性 再加自主健康管理 虽然第一时间都发给快筛试剂 但是否要在全校二次裁剪 要等这一批在集中检疫所的人 结果出来后再由指挥中心决定 确诊机师相关人士裁剪 目前初步看来没有扩散的迹象 但针对这波Delta病毒 指挥中心不敢大意 一切都要谨慎评估 记得林朱强桃源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